9月22日,德云社为期十天的海外巡演告一段落,两个国家四座城市,无场演出,每场都是上万的观众,常常抱满座无虚席。 在演出结束后,高峰老师发文感慨,发自内心被郭老师的个人魅力所折服,也为自己身在德云社感到庆幸。 高峰老师还特别表示,自从有了相声以来,德云社无论是影响力还是票房,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 这句话也得到了许多网友们的肯定,不说国内的票房,单单郭老师带领着德云社的演员们海外巡演的票房,就吊打了整个相声界。 除此之外,高峰老师也表达了对郭老师的感谢,表示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说相声, 只是有一点积累,一点小聪明和一点努力,便蒙郭老师不弃,才干到今天。 让人不禁想起,高峰老师刚刚加入德云社就前去旧场,因为天津大物除了郭老师,所有演员都被堵在了路上。 那时的高峰刚刚加入德云社就被郭老师叫到了剧场,两人也没有对词,高峰就忙捧了一场西争梦,效果却是出奇的好。 那时的高峰老师才22岁,高峰也因此一战成名。 一千万不少钱了,这要都环球日元,你吃饱了枪的事,我能数到80岁生日, 换成钢板都把你挨了啊。 看到高峰的发文,郭老师也表示,他跟高峰的性格都不适合说相声,造化弄人,时也命也运也。 看到两位如此的凡尔赛,不少的网友表示,如果你俩都不是说相声的性格,那谁还敢说是啊? 不是说相声的性格还能说成这样,那要是说相声的性格还不得上天啊。 高峰老师其中的一段话也写出了粉丝们的心声,相声到如今不过160余年, 但自从2006年郭德纲带领着德云社横空出世以后,德云社一直都走在相声同行的前面, 如果没有郭德纲,没有德云社,相声有可能早已成为宾威行业。 自从德云社火了以后,有多少演员是因为郭老师火了才说了相声, 有多少团体是因为郭老师火了才涨了票价增加了场次, 从没几个观众也变成一票难求,能够让相声如此辉煌,郭德纲是功不可没。